大家晚上好,现在是晚上八点,我们GoMarkets92的金融小课堂现在开始 OK,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内容其实主要是两个主题 一个是板块轮动,然后一个叫美临时钟 板块轮动可能大家最近都已经听烂了 就经常就说最近的资金变动怎么样怎么样了 之前自己买的票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一直涨不起来,又一直跌 然后还有就是第二个内容,怎么说美临时钟 其实板块轮动,你往一个更高的一个维度去想的话 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其实就跟一个蛮早之前的理论相关 叫做美临时钟,也叫做investment clock,投资时钟 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理论 他在一个,如果你把一个投资周期拉长的话 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指导工具 待会呢,我也会在这方面慢慢展开来讲,跟各位好好聊清楚 首先在开始之前还是例行的免责声明啊 Gold Markets分析师或者外部发言人提供的信息呢,都是基于其独立分析或者个人经验的 然后我们所表达的观点呢,都只代表我们个人,并不代表Gold Markets的观点和立场 然后我们在我们每周的金融小课堂里面所表达的这些内容啊,都没有考虑您个人的目标 财务状况或者需求,在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呢,还是要根据您自己的一个财务状况和需求 来做出自己的决定 然后我们公司所有的啊,所涉及到所有的产品披露啊,这些或者金融服务指南这些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查到 还有我们的啊,相关的监管上面的牌照,这些也是可以查到的 对,最近有一些客户跑来跟我们说,说哪个公司他们的一个投资回报率 对于说什么年化能到50%多少的这些说固定保证能有这样的收益的各位可千万要小心点 这个世界没有怎么说呢,没有免费的午餐啊 所以一定要多一个心眼 呃,然后我们今晚的内容呢,首先第一个是公司介绍 然后第二个内容就是板块轮动 第三个内容呢,就是美临时钟 刚刚开始之前呢,也跟大家有过一个粗略的介绍了 首先,呃,我们先做一个公司简介啊 这个其实很多老粉都已经很知道了 这个就相当于电影院之前呢,那个5分钟10分钟的广告时间啊 就他不,你必须得有 呃,首先是我们go markets其实是98年成立的 澳大利亚境内历史悠久的老牌在线外汇交易平台 呃,当然我们后来做的这些产品已经不仅是外汇了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做外汇的,然后后来就有了黄金,指数,石油,股票等等一系列的各金融产品 其实,呃,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如果抛开我作为一个员工的一个身份的话 我还是觉得你在一家交易平台上面交易啊 你必须得要看一看这家公司他所拥有的产品的数量 我觉得产品库丰不丰富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这个就相当于你商战场打仗的时候你的武器库得丰富 因为我们做投资他不是怎么说呢 呃,你通常不会把你的所有的资金啊,都压在单一的某一个产品上面 所以这一个券商能够提供给你足够多的一个啊,产品选择的话 对于你个人的一个投资还是很有帮助的 然后我们也是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一个合作伙伴啊 他们今年也是又能进欧冠了 因为我是足球迷经常有关注啊,呃,怎么说呢 不太高兴,因为我是他们死对头啊,曼联的粉丝 不过曼联反正能进欧冠,这也无所谓 然后就是我个人的介绍啊,呃,因为最近我们公司的晚间 就之前不是一直有啊,早新闻跟晚新闻嘛 就比较熟悉我们公司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一直都有早晚新闻啊,后来我们发现呢 我们因为做了很多的内容可能存在一定的同事化 然后我们内部呢,就是现在是,呃,怎么说 有做一个节目上面的一个优化的 很快我们的新的节目也会以新的形式在面向各位 还是能够给各位提供到很多啊,每日的分析啊,解读啊 然后啊,关键的新闻的一些发放啊,呃,请各位就继续关注我们吧 我们所承诺到的给到各位的服务也会一贯的做下去 啊,然后那个晚新闻没有了之后 大家可能就比较少见到我啊,但是在节目改版之后 我应该也会继续在更多的节目内容里面跟各位见面 我是Eric,呃,我是GoMarkets悉尼分部的分析师 我是莫娜什毕业的,然后本科学的是Accounting 然后Master读的是Bank and Finance 所以这也算是一路学金融相关的内容,一路这么学上来的吧 然后是先来聊板块轮动啊,就是 虽然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听烂了 就是说板块轮动这个东西都已经知道了 但是资金到底从哪里去,就从哪里来 然后又要走向哪里 这个大家可能都一直半解,比较模,概念比较模糊啊 以及板块轮动本身是什么 可能很多投资人本身也不是很清楚 啊,我今天呢,就大家比较快的一个速度就过一遍吧 做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总结 首先呢,板块轮动从术语上面的解释啊 就是指说投资热点从一个板块向一个另一个板块转换的格局 然后在证券术语中呢,是说板块与板块之间出现轮动交换 推动大盘逐步上扬的情况 当然最终导致的结果它不一定是逐步上扬啊 可能比如说像我们澳洲的股市 那一般来说,资金面就资金最大的,就是市值最高的 像material材料板块,它的上涨呢 还有银行板块,就金融板块 这两个板块如果上涨了,大概率是能够拉着整一个 ASIC200指数上涨的 就是说拉动了整个大盘上涨了 但如果像一些小的板块,像什么公共事业啊 之类的这些板块 如果他们某一个单独板块这样上涨 它大概很有可能啊 不一定,它很有可能是 它是有可能拉不动这个大盘的 因为它本身的一个体量很小 然后它占的那个大盘中的一个成分呢 也比较小一点 这个也很好理解嘛 然后所谓一个板块轮动 其实最生动的一个实力啊 就是近期的一个 纳斯达克跟道琼斯指数的一个走势 大家经常也能够听到 就是之前去年,疫情期间 大家都总是在说 纳斯达克就涨得很快 然后涨得很凶 但是道琼斯呢 因为它里面的科技股的成分很少 主要像什么波音啊 之类的这些军工板块 还有工业板块之类的这些公司 这些价值领域呢 他们在疫情期间就没有这么多的受益 所以他们一直涨不起来 所以那时候的板块的热点呢 就是高科技的成长股 然后还有医疗股这些 那么现在的一个热点呢 不能说现在就过去的近期的这个热点呢 就主要是道琼斯背后的这些工业股价值股 像什么麦当劳啊波音啊之类的这些公司 是他们在推动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标普500的一个上涨 所以标普500呢 就是一个更加综合的一个指数 一会也会大概提到一下 然后这两个指数的一个交换轮动 其实就很好的解释了过去的这个板块轮动的一个现象 大家可以看到在三月以前 高科技的成长股的表现是远远强于道琼斯的 其实更准确的说是二三月以前吧 因为在年初的时候 一月的时候还是有过一个道琼斯强盛的时候的 然后在二三月份又是纳斯达克又在强盛回来 然后在三月之后啊 基本上都是道琼斯指数是 什么说涨幅是要领先于纳斯达克的 纳斯达克是有多次啊 关键有三次吧 三到四次的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调 基本都能够达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左右 这么大幅度的一个回调 然后每一次之后 其实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建仓机会 我们之前也有跟各位讲到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板块有哪些吧 这不是每一个投资人可能都有了解到的一个内容 像我们澳洲最重要的两大板块 一个是金融一个是material材料板块 嗯 像我给大家一个一个一个过吧 像financial金融板块 就是金融服务业板块啊 它背后所代表的公司呢 其实就是银行啊资管公司 还有保险这些公司 还有就是消费品 消费品就是其实你应该把它分成 必须消费品和非必须消费品 这两个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啊 他们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里面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所以这是必须要给他们分开看待的 像目前呃 其实涨近期吧 今年以来展示还算不错的 Consumer Discretionary 非必非必须消费品这个领域 这个板块啊 呃是比较不错的 他们是对经济周期变变动最敏感的一个板块 然后他们包括哪些公司呢 有媒体零售 大家尤其要关注的是家庭耐用品 呃像我们 这个我下面这张表啊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一张表其实就是 非必须消费品领域里面 市值前五的澳洲公司 在XX上市的 然后最大的呢 是Vest Firmers 然后他们旗下有什么公司呢 像什么Office Walk啊 Burnings啊 这些都是他们的旗下的品牌 而你想象一下 就Burnings里面的这些 呃这些产品啊 你不会隔三差五就得要去买一点新的 一般来说里面呢 像什么锤子啊电钻呢 这些东西基本买了之后 你就会用满长一段时间 这些都属于家庭耐用品 然后像一些大件家具 其实也算是这一个领域板块了 然后下面呢还有 呃排名第二的这个公司 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排名第二第三的 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两家公司 也是今年开年以来 呃走势不错的两家公司 呃怎么说呢 其实他们所背后代表的行业还没有复苏 他们代表什么行业呢 他们是做博彩游戏的 像什么老虎鸡这些 啊当然排名第二的这一家 啊 ALL他们的他们现在也还做了另外的普通的线上游戏啊 但是他们是做老虎鸡起家的 这些这些公司呢 他们的长势近期的长势还不错 他们也主要是压住疫情之后嘛 大家再重新回到这些领域嘛 呃这两家公司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但是怎么说呢 我认为啊澳洲的博彩业还是 相对的市场还是比较窄 还是要还是要有更多的一个旅游业的开放的进一步开放 能够带来更大的一个机会吧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他们的一个走势 然后还有下面有domino's pizza 还有什么crown之类的这些都是非必须消费品 这个领域的 然后还有就是能源 能源呃 主要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以水油天然气和煤炭为主的能源开采公司 这最近大家也知道啊 他们主要问题就是中美冲突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还有就是疫情还没有完全恢复 然后海上的行冒这一些还有一些阻碍 这些是让他们进行比较受阻的比较重要的受阻的原因吧 然后还有healthcare 就是他们主要是生产或者供应保健服务以及药品的公司 我们背后的企业呢 主要就是药品开发医疗服务医疗器械这些 然后我们澳洲其实最最大就市值最大最重要的一个板块就是materials 是这个领这个板块材料板块的一个上市公司也是要比其他的板块要多的 呃他们主要是商品商品相关的一个原材料 这个商品其实主要说是呃怎么说呢生产出来的一些一些工业产品 然后他们这里面背后所涉及到的像什么玻璃啊金属材料之类的这些 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php 也就是澳洲最最大最牛逼的一个公司了 比合必拓 还有大家很熟悉的fmg io ncm chx 这些背后的公司大家可能都已经比较了解了 然后接下来一个板块是工业板块啊 这个工业板块 我们说呢因为他们价格的传导比较缓慢 因为他们一般呢是处在生产链的中下游的 所以大宗产品的上涨啊 其实是给他们带来了一定阻碍的 没错是墨油的一个呃 需求是有所提升 但是相对于这个价格的上涨还是稍微慢了一点 所以 他们相对也没有那么的突出 呃 然后这个工业大家也比较了解了 主要就是生产销售工业产品的一些企业 像什么机械啊 国防啊 航空啊 之类的这些公司 我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有一个长得很凶的一家公司啊 是做呃军用快艇的 也就是我们澳洲一家公司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他的股票代码了 之前也是有不错的一个涨势 他们那种公司那家公司不能说这种公司 那家公司基本上就是啊一年开两单 然后两单吃一年这种 因为一一家啊一艘船的一个建造周期特别强嘛 基本上收到一个订单也就基本上就预示了这家公司未来的一个营收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些公司的那个财务面还是比较容易分析的 就分析他们的订单数之类的这些 然后还有就是接下来就是房地产 房地产啊 大家也不要熟悉了 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还有就是让大家心很痛的 IT领域 就信息技术 主要就是那些开发软件计算机设备的这些公司 我们经常聊到的高科技的成长股 大多数属于这个板块 不好意思我这打错字了 是高科技成长股不是成本股 然后有包括哪些公司呢 像什么互联网啊 半导体啊 在线应用之类的这些 然后当之无愧的巨头单就是apt了 大家也知道 但是澳洲这个科技行业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本地的市场实在是太小 如果这些公司没有办法打开国外的市场的话 那他们怎么说他们市值一般没有办法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程度 相较于国外 像尤其是美股这些港股之类这些都很多高科技股的这些 这些市场啊 怎么说他的活力就相对没有那么强 大家也经常可以看到我们澳股的走势总是比较慢 每天的一个像S200每天的波动就0.5%左右 就是非常低的一个变动啊 相对于美股每天1%20%左右这样的一个变动真的是慢很多 所以这个原因呢也是跟S200里面所云含的这些公司有关的 像IT这些公司市值在澳洲实在是不够大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日用消费品 然后还有通讯 然后第三个是我还要主持人聊一聊 这几年一直很不挣钱很惨的一个板块公共事业板块 而他有可能啊在呃接下来的怎么说呢 呃在我待会讲的那个美临时钟的这个领域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可能在也许5年也许10年之后啊 呃也也不确定主要看啊接下来的一个呃基本面的变动的情况 他们在之后也是有可能迎来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再增长的 公共事业板块其实主要就是呢 什么运营或分配电力天然气和水的这些公司 像什么水电煤的零售商APA还有AGL之类的这些 他们确实不太挣钱 目前来讲不太挣钱 大家可以可以看到啊这个是2021年开年以来 所谓的在澳洲的一个板块轮动的一个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了像IT领域下跌下普遍整一个板块下跌了15% 个别个股近乎夭斩像什么APX啊像Cogan啊这些 这些之前很热门的这些科技股是都跌得非常的惨 回车幅度很大 还有就是不挨挣钱的公共事业板块 还有能源板块主要是受中美冲突 呃不好意思中澳冲突 然后让能源产业也是承压吧 然后表现最好的呢 其实就是金融金融板块了 这个其实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go markets也是有有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推荐过的 但是当时觉得可能银行板块本身也比较保守啊 所以我们可能最后还是推材料板块的一些内容比较多 但是其实啊大家回过头来看材料板块 它是没有银行板块来涨的凶猛 还有就是呃非日用品的这些消费品的公司 还有通讯行业也是不错 大家可能以为啊 就刻板印象最近房价怎么涨的涨的这么凶吗 想觉得这个real estate就是房地产这个领域这个板块可能表现不错 但其实也一般不是特别的强劲 然后美国股市那边的一个轮动呢 大家可以看右边的这一幅图 最强劲呢是energy能源板块 然后第二的呢也是金融板块 金融板块其实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经济周期里面啊 是非常非常强盛的一个呃一个领域一个板块 这个也会在我一会聊到的美临时钟里面可能会大概提到一下 大家可以看右边这幅图啊是可以看到能源金融表现是很强劲的 然后工业通讯服务材料板块呢 则是跑赢了大盘 所谓的跑赢大盘呢就相对标普500来说 标普500在21年开年以来的一个呃收益率是10.37% 这中间经历过大回调了大家也是知道的 所以说美股啊还是真的是有够强的 呃然后像什么IT消费板块以及公共事业板块呢就表现的比较差了 但他们也是一个正增长 所以这个也是比我们澳洲是要强上不少 然后消费板块啊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很多机构和分析师就在预测就说啊 疫情过后呢可能会迎来一个报复性的一个消费 那么可能消费板块会获利很多 在最初出现这个声音的时候确实消费板块有过不错的一个上涨 但是最终这个报复性消费的情况啊可能并没有出现 在之后呢也不大可能出现 有那么几点原因啊一个就是其实这个疫情的恢复的还是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 大家的消费欲望并不见得会因为那一天的解封 然后瞬间的就在接下来的短时间之内有很大的一个消费量的增长 其实也不见得而且像失业率这些还没有降下去以前 大家的收益上不来以前啊消费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而且其实我们在啊就经就是一些机构的数据统计数据表明啊 我们在疫情期间的消费一点也没有比我们啊平时要少 因为你的很多钱可能去到了一些更加集中的一些领域 比如说房地产之类的这些就钱已经花出去了 所以在之后呢不见得会有一个报复性消费的一个情况出现 然后这个是整体的一个走势啊 这个就是今年开年以来大家可以看到年初有过非常大的回撤 像HK50还有X200到现在都没有回复到三月以来的就是这一波回撤之后的一个高点 但是美股呢这是又创新高了 所以在这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说呢 因为最近很多客户啊就在问我们说啊投资哪一个个股比较好 就是投资哪一个产品比较好 都在找像去年的apt这样子的一种啊就是有翻倍股的这种情况 这种其实在只有在特定的行情下面才有可能出现啊 毕竟还是一个很少数的一种状况 那在这种时候下你又分不清到底什么什么板块 什么领域有可能或者比较大的一个收益的时候啊 其实投资股指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 我不是光在这么说啊 因为我自己个人这一段时间配置的比较多的也是股指 其实逻辑也很简单 我也跟很多我的客户是有这么说过的 就是经济复苏带来的股市上行是一个相对确定的一个事情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下跌的时候 它的一个幅度和有那个走势 一般曲线也是更加陡峭的 来了更加凶猛 所以你比较能够预警到 大家也知道我们做我们就是实战的时候 这个交易的时候 你基本上是以几笔几笔这样子的一个交易为单位的嘛 那我们可能某两笔某一笔某两笔三笔这样子的一个交易 呃出现了比较大的回撤 那基本那个就放在这儿了 在之后然后再以新的资金再逐步买入 基本上就是一个定投的这么一个思路去做的话 其实最终的一个收益率还是相对不错的 因为它整体来说它还是上涨的嘛 可能我这么讲大家不是很清楚 呃就是如果对这个方式比较感兴趣的 可以找我也可以找我们的首席分析师Jacky聊 因为最近我们也都有在讲到 有跟我们一些客户有提到具体的一个操作方法 然后接下来就是今天啊 今天特别猛的一个中国A50指数 今天的一个上涨是达到了百分之三还是四吧 我印象中真的是非常强劲的一个上涨啊 就对于股指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自我们就是中国新年之后啊 就有过很大的一个回撤一路往下走 然后在16500点左右的地方多次探底 然后在然后就在16700左右的位置齐稳 然后那里就是比较比较铁的一个底部了 大家可以看到有过就筑底的时间也是蛮长的 从图形里面可以看到 然后今天呢就是这么一下突然就启动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其实是我个人一个账户的一个收益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是在前天的时候 呃应该说上周五的时候 上周五他最后一波下跌的时候 当时是挂了一个多单的 一个by limit的单 然后啊 昨天跟今天两个交易日上涨是有接近百分之六左右 这么一个涨幅 然后在比较高的一个点位的时候 呃是止盈了 呃怎么说呢 那这一波还是比较爽的啊 这个就是中国A50近期的一个走势 呃为什么要单独把它拎出来讲呢 它其实对于目前的全球股市是有蛮大的一个参考意义的 就是他们中国啊是率先开始去杠杆的 呃 呃而且是率先去杠杆的一个主流市场所带来的影响呢 也就是多次多次下探 然后在底部驻底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结果 然后大家也知道嘛 轮动这个东西就是先跌先涨 呃对就是先跌先涨嘛 然后先涨了也是也是会先跌一般都是这种情况 呃中国呢是先结束了这一波的一个下探 我个人认为是呃大家是可以多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个走势的 看他是不是能够再重新继续上冲这样子 当然今天因为长得太凶了 我个人觉得他很可能再会有一波回调 看一下是不是会在一万七千八百点左右的位置 再重新再找一个底 然后再上去再找一个支撑 呃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要聊到一个比较理论的一个东西了 叫做每临时钟 呃英文里面一般是直接叫做investment clock 呃可能很 大家就知道这个概念的如果做投资做久了的 呃就经历过几波大熊大牛的投资人朋友可能都知道这个概念 呃是非常 比较比较有吧不能说非常吧 因为他还是经常有失效的时候 还是比较有指导意义的一个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个投资周期的一个工具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每临时钟 其实整体就是右边的这个东西 呃可能一下子看不太懂啊 没关系跟着我的节奏我们慢慢的往后面聊 呃首先美临时钟它本身呢它是美临证券创造的一个理论 所以叫做美临时钟就以他们这就是以美临呃 呃美临证券作为命名方式的一个一个分析工具 呃他们主要是根据经济增长也就是gdp的增长 啊还有通创状呃通胀状况也就是cpi作为一个参考指标 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经济周期的一个分析工具啊 然后这个分析工具它到底是怎么应用呢 其实就是将经济周期与资产和行业的轮动联系起来 它有什么作用呢 能够帮助我们识别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拐点 帮助交易者从周期的变动中变化你的资产配置 这个其实很重要啊 这四个字资产配置也是我刚刚跟各位讲到的就是很多我们的呃 客户就问我们说啊我们最近应该买哪一只股票他能够赚钱 但其实投资啊他更应该从一个更大的一个方向去着手 就是你需要的是配置你的资产而不是去买哪一只股票来做到你的一个收益 大家都知道那一句话叫做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然后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其实是要做到的是去配置一个整个一个资产组合 像之前前一段时间有很多朋友买房嘛 我们也是跟我们的客户说你当时有大钱你就买房 要是有小钱你是投资股票都可以赚钱 但是我们也是这么说的 这其实背后的逻辑也是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呃 一个逻辑在这里面我们也经常跟我们的客户说啊你进来了之后 我们会根据你个人的一个风险偏好啊你的资金你的持仓状况 你的啊资金状况来给你做一个投资组合 这也是我们经常给我们的VIP客户聊到的一个我们提供的服务内容之一 那其实很重要啊就不是说跟你说啊我最近啊我看好 我一只股票比如说apt然后你就去买然后你就翻个十倍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投资的理念跟想法 这还是比较像我们经常说的投机 当然我们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去抓住 但是从一个整体来看呢我们还是应该做好一个更广范围的一个资产配置 然后美临时中其实呃有一些机构有了一些优化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呃 怎么说呢是呃以中文译名的方式来表达的话 其实就是美临时中背后是四个大的阶段 一个是衰退然后是复苏然后是过热然后是滞胀 比较经典的智障的时期就是啊这不是骂人的话 这个是呃通胀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更加学术的一个名词吧 他背后的一个逻辑其实是两个不能说逻辑 他背后一个表达其实是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滞销一个是通胀 然后就是著名的智障时期是上个世纪的美国大概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有差不多有十来年的一个呃智障时期我一会也会聊到 然后他这个事情是呃怎么一个发生的一个顺序呢 大家可以看左边的这一幅图啊大家可以先把它截图下来啊 呃为大家可以跟着我一会的一个讲的一个内容来 来来逐步去理解因为毕竟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把它抛开每一个细节来讲 大家就可以有一个这么一个概念也不是说很难理解的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我这边提到的这个其实不能说是我提到 就是呃美临时中这个理论呢 他是提到说在衰退期的时候应该配置怎么样的资产 然后在复苏期过热期智障期又应该分别配置怎么样的一个资产 然后大家可以先把这个概念先留在脑子里 然后我一会会详细一点说 而且大家我要先给大家打的预防真是这里面的内容他不全对 他只能提供到一个参考的一个价值 没错他非常的管用 他在大多数时候很多内容他是比较正确的 但他也有严重错的时候 我也会跟大家再聊到像衰退期一般来说啊 根据呃这个美临时中的这个理论啊 你应该持有的债券应该比现金多 然后接下来的收益更大的是啊股票 然后股票的收益呢又是大于大宗商品的 所以大宗商品在这个时候表现是最差的 然后在复苏期也就是股票的 股票的一个收益会大于大宗商品 然后会再大于债券 然后再大于现金 过热的时候呢大宗商品表 往往表现最好 然后至最后第四个阶段 是目前学术界争论 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在智障的时候 持有现金合不合适 这个其实就要分情况了 这里面就有比较tricky的一个地方 我也会再给大家聊到 然后怎么判断目前处于美临时中的哪一个节点呢 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看到这个到底是复苏期呢 还是过热期呢 还是智障呢 还是衰退呢 到底是哪一个时间点 其实判断的依据啊 就是GDP和CPI这两个数据的一个相对的一个表现 也就是说GDP相对于CPI 它是上行的还是下跌的 还是说这两个数据 它是同步上行或者说同步下跌的 像复苏阶段一般就是经济上行 通胀下行 就是GDP是在往上走了 然后通胀呢 是在往下跌的 其实我们最近啊 就是过去这一段时间就是经历了这么一个情况 在三月以前CPI 就是说通胀的一个上升啊 一直是怎么说呢 没有被没有从市场里面反映的 当时都是在一个通胀属于一个很低的一个情况下 但是GDP呢是在逐步的一个恢复的 很多市场也可以看到 但是因为这一次很特殊啊 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啊 跟之前的一个经济周期 周期还是有比较大的不一样的 基本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所以这个大家主要作为一个参考 在附属阶段呢 就是GDP一般是往上走 然后通胀呢 要不就往下走 要不就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然后这个时候呢 由于股票对于经济的弹性更大 所以它相对债券和现金具备比较明显的一个超额收益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去年3月以来到8月 然后8月一波回调到之后再到3月份 2月份3月份这一段时间 股市是确实是很牛 到现在美股市场也依然是处在这一个阶段 然后过热阶段呢 就是GDP在上行 同时通胀也在上行 我们目前其实看到了像现在的一个情况 就是GDP和CPI都是双双上行的 但是美联储呢 确实在一再的强调短期的一个通胀上行 不是长期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不好判断说 现在是不是就是直接到了一个过热的一个阶段 还不好说 因为现在GDP是在上行的 然后通胀呢 只是短期在上行 就短期的一个变动啊 它你怎么说呢 它有可能市场的一个各方面的一个原因 所导所引起和导致的 所以不见得就说我们现在就完全处在一个过热的阶段了 所以我认为啊 我们现在可能是处于复苏和过热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 因为几个证据 GDP和CPI是双双上行的 然后还有大宗商品也是在不断上涨 大宗商品那代表的什么呢 其实就是各个产品的一个价格上涨 这些价格上涨最终导致的也就是一个通胀的一个上涨 CPI的一个上涨 然后这两个信息都已经出现了 但是最最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还没有加息 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个节点啊 就是加息是判断是不是我们已经处在过热阶段的一个一个非常官方的一个指标 因为只要官方不加息 那么经济还是啊 不能说经济啊 就是整一个基本面吧 它还是是继续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一般来说是这么理解的啊 然后在过热阶段呢 通胀上升是会增加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过热的一个阶段 尤其是可能处于复苏啊 往过热之间过渡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持有现金可能会比较的吃亏 因为可能出台的加息 可能出台的加息政策降低了一个债券的吸引力 然后股票的配置的价值呢 又相对比较强 然后这时候大宗商品呢是明显走牛的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近期的一个大宗商品的一个强势啊 但是怎么说 这也有一个跟以往经验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一波的大宗商品的上行来的特别的快 特别的猛烈 特别的迅猛 像铜价啊 还有石油也是上涨的非常的快 而且一下子就到了一个历史的一个高点 还有近期铁矿也是创作性高 然后下一个阶段呢就是智障阶段 这个时候就是GDP下行 然后通胀上行的一个阶段 这也是我刚提到的 目前学界争议比较大的一个内容啊 就是在智障阶段现金的收益率提高 持有现金最明智 这个是过去啊 一个理论上的一个说法 但其实未必 大家可以参考 可以回忆一下在经济史中 当年就有过德国有过非常强的一个智障时期 而当时的结果呢是现金非常的不值钱 有时他的那个 不好意思我这边打错了 这个通胀是CPI啊 他当时的CPI是上升到了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程度 德国马克是完全不值钱的 当时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么一个图片啊 就是有小孩 然后德国马克在那边搭积木玩 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还是怎么说呢 每一个时期他可能不一样 为什么有这里面又会说持有现金在智障阶段最明智呢 是因为有这么一种情况啊 大家想在这个时候 一个GDP下行的时候 然后银行是缩紧银根 因为他是这么传导过来的嘛 之前在过热阶段是缩紧银根的嘛 市面上的钱是不够的 这时候你持有现金对于你的你的经营持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大家可能听到了一个词叫做现金为王 他在小周期里面也经常被提到 在大周期里面可能一般不会有说10年20年这么长的一个周期 比较少的一个这种情况就之前在美国有发生过 但是当时的基本面也不一样啊 就1970年到1982年之间 就美国所经历的一个经济危机 还有经济缓慢增长的阶段 这里面的内容大家可以大家在上网搜一下 当时的一个经济基本面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再那个再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个话题 就是持有现金在智障阶段 他到底明不明智 大家要分情况来看 像我刚刚举的那个德国的那一次的智障的情况 其实就是持有现金是非常不明智的 你必须换成一个抗通胀的一个资产 比如说黄金之类的这些 这些怎么说呢 币减资产吧 还有抗通胀的这些资产才能够躲过这一个危机 当然也有对于另外一些比如说企业来说 他当时如果现金不够的话 他很难再去市面上融资 而且那时候市面上的融资成本会很高 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那时候持有现金 是比较明智的一个一个做法 这个这里面就必须得要根据到时候的一个实际的一个 基本面情况去做balance了 就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行为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债券其实一般相对股票的一个收益率更高 什么原因呢 因为当时的一个举债的一个成本它是高的嘛 所以债券的收益率呢 它是相对比较高的 然后对于企业来说 因为他们的一个融资成本高 那么对于他们的经营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说他们所背后的这一个股票的表现呢 一般来说是相较于债券是要差一些的 然后股市呢 通常是领先于经济基本面的一个先行指标 这也是我刚刚我想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怎么判断它是不是在改变 股市就是经常很好能够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从一个经济周期走向另外一个经济周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先行指标 所以即使你没有在做一个股票的配置 你也有必要了解这一个股票的一个走势 股市因为股市通常是先于经济基本面先行的 从有一个数据统计显示 从1942年到1995年之间的数个牛熊周期中有8次的衰退 然后7次呢是股市提前下跌 然后经济的复苏开始前呢股市又是提前4个月左右开始起稳 就是甚至是走向复苏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机会啊 我们人生有多少个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50年中有8次 那我们可能有那么几次的一个机会 能够让自己的财富能够百分之二十三十 甚至是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一个增长 就必须得要关注这些这些机会了 像我们去年的这种机会真的是非常罕见的一个黑天鹅事件 大多数时候还是本身经济的一个呃 怎么说呢一个正常的一个周期变动 像去年有这种黑天鹅事件导致的这种变动还是真的是很难得的事情 然后在衰退阶段呢是GDP下行 然后CPI下行那个双双下行的一个情况 然后在衰退阶段呢通胀的压力下降 然后政府呢就央行为了刺激经济的一个恢复跟增长 可能会再次降息 然后债券的表现这时候还是最猛的 因为在在这个债券是先于这个经济啊货币政策去松 就走向比如说降息以前就已经发出去了 所以他能够保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收益 所以那时候债券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随着经济的逐渐见底和预期逐步形成呢 这时候就是大家进入股市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了 但是可能大家就会想到就是说 既然股市可能会在智障期有这么大的麻烦 这么大的一个衰退啊 或者说下跌 那我们就不碰股票行不行 但其实在澳洲的各位我们根本就躲不开 因为大多数的我们可能都是有交一个养老金的 然后澳洲的养老金呢 大家可以看他们的资金的一个去向 他们资金去向主要有四个 一个是澳洲的股票 然后一个是国际的股市 像什么美股之类的 还有就是房地产 还有就是固定收益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债券这一些 所以你根本跑不掉啊 就是你的养老金必然的是在股市中里面投着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养老金我们是控制不了啊 那我们对着他只能干瞪眼吗 其实也不是 这个时候你的投资工具 还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一个平台能够给到你足够多的工具 真的很重要 我们在澳洲真的很好的一个优势吧 相较于很多在国内一个朋友 就是我们是可以做空的 这个就让我们可以对冲掉很多的一个风险 大家可能就觉得做空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概念 其实很简单理解就是你从下跌里面挣钱 还是说从它的上涨中赚钱 从上涨中赚钱就做多 从下跌中赚钱就做空 这个理念就大家慢慢的养成了有一个整体 投资的一个整体理念之后啊 你就会发现做空其实是你手中不得不使用的一个工具 当然我们CFD合约做空是其中一个方式了 你也可以通过股权来做空 通过期权来做空 等等手段都可以 如果说我们澳洲的相对的一个期权市场 相对没有CFD合约市场来的这么的成熟 可能比较难做到吧 我们之前就有客户想要做对冲 然后去找comset 结果人家量根本就不够 就能够做的那个有的合约的量 根本就不够 因为这个市场太小 但是CFD合约它不一样 那毕竟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市场 就更加能够去操作吧 OK今天的内容也讲了有45分钟了啊 今天的内容其实就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想聊的 可以再给我们 呃给我留言 然后我们会安排分析师尽快的跟进大家的问题啊 然后我们的服务的内容 大家可能也比较清楚了 像什么中文短信啊分析报告啊之类的这些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一个 金融小课堂 然后其实我们公司蛮叫蛮大的一个优势 还是个人的一个服务的 这个就是并不是比如说你要是在像什么 啊啊 这些公司他们是没有一个个人的一个服务的嘛 所以对于我们很多小白用户来说 或者说啊资金量比较大的需要整体的去设计去去 设计你的投资组合的 啊我们客户经理或者说我们分析师还是能够给到各位一定的一个帮助的 OK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很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啊啊 啊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如果你有特别想要了解的内容的话 其实也可以给我留言 我可以争取给大家看一看能不能做出啊 我下一次网课的时候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个内容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再见